全家人遭黑帮杀害,女子训练成顶级杀手 五年后,一个人单挑整个黑帮 大家好,我是撩影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是《薄荷》 莱莉原本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女儿小美乖巧可爱,丈夫大卫温柔体贴 可就在女儿生日当天,一切戛然而止 莱莉和大卫原计划在家为女儿举办一场生日派对 却因为小美的同学纷纷有事 无法赶来参加聚会而计划落空 为了不让小美失落,两人临时起义 带小美去游乐园玩耍 他们一家三口在游乐园幸福的拍照 静静享受着家庭的天伦之乐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群黑帮分子突然掏出机枪 向大卫疯狂扫射 大卫和小美当场惨死 莱莉因为走在后面,侥幸躲过一劫 却也是被子弹打成重伤 随后赶来的警察将莱莉送往医院 等莱莉再次醒来 才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最亲的两个人 比死亡更令人痛苦的是 莫过于此 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官卡尔告诉莱莉 大卫的遇害与一名叫做加西亚的毒枭有关 有传言 大卫即将参与一起抢劫加西亚的预谋当中 虽然后来被证实 大卫拒绝参与这次行动 但仍旧没能逃过加西亚的报复 所幸的是 警方已经抓到了三名犯罪嫌疑人 但他还缺少一位可以出庭指控罪犯的证人 卡尔只能寄希望于莱莉 希望他可以出面指认凶手 莱莉很快就从一堆的罪犯中 认出了三名凶手 对于杀害自己至亲的人 他发誓永远都不会忘记 然而 正当莱莉以为凶手可以被绳之以法时 意外再次发生 卡尔的上司老白突然告诫卡尔 不要试图得罪加西亚 他势力滔天 警察也拿他没有办法 上一位警察就是因为得罪了加西亚 前不久被人谋杀 而且老白友善的提醒到 警察局也有加西亚安插的线人 卡尔顿时陷入了两难的局面当中 另一边 加西亚也请来了一位律师 主动找上门来 试图用钱来收买莱莉 让他放弃起诉 莱莉毫不客气的 直接将律师赶了出去 没想到 律师临走前 看到了莱莉桌上 治疗精神病的药物 在随后的法庭辩论当中 律师正是凭借这一点 一口咬定莱莉患有精神疾病 这样一来 莱莉的指认就不具有法律效益 法官和检察官也早已被加西亚收买 顺势与证据不足为由 将三名凶手当庭释放 莱莉崩溃了 他大闹法庭 幕后律师的卑劣行径 然而 根本没有人在乎莱莉的控诉 所有维护法律公平正义的人 在这一刻集体失声 警察直接把莱莉电晕 拖出了法庭 法官原本想把莱莉送进精神病院 但莱莉凭借着最后一丝力气 打伤警察逃了出去 从此消失在了警察的视线里 直到五年后 当初被当庭释放的三名凶手被人杀死 尸体被吊在了游乐园的摩天轮上 就像是一种祭奠 案件很快就传到了联邦调查局 探员英曼立即联想到了 五年前神秘失踪的莱莉 直觉告诉他 莱莉回来了 英曼找到卡尔 将自己的判断说了出来 起初卡尔并不相信 当年那个弱小的女人会变得如此残忍 但资料显示 为了躲过警察的追踪 在这五年里 莱莉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四处游走 而且不知从哪儿学了一身本领 三个月前监控意外拍到 莱莉再次回到了洛杉矶 而今天恰好是她家人被杀五周年纪念日 不仅如此 卡尔也获得最新消息 五年前 参与审判的律师和检察官已经离奇死亡 这一切的结果都显示 莱莉已经开始了复仇之路 英曼估计的不错 此时的莱莉正是在当年的那位法官家里 她知道法官当时是畏惧于加西亚的势力 故意偏袒凶手 所以莱莉决定以自己的方式伸张正义 处决掉这个执法不公的法官 她把法官绑在凳子上 周围布满了炸弹 随着一声巨响 法官连同她的房子都被炸得粉碎 然而终于报仇学恨的莱莉 并不是觉得很开心 反而显得更加孤独 因为她知道仇人无论付出何种代价 死去的亲人都无法再回来了 她活着的全部理由就只有复仇 就在这时 旁边有个小女孩和莱莉打起了招呼 小女孩的乖巧和懂事 令莱莉想起了自己的女儿 于是她教训了小女孩的酒鬼父亲 威胁她以后必须认真履行自己父亲的职责 否则就会被人灭口 莱莉之所以这样做 无非是不想看到一个小女孩 因为缺少家庭的关爱 而陷入无尽的苦难里 接下来莱莉还要继续复仇 她深知杀害家人的幕后真凶就是加西亚 所以她的下一个目标正是这个大毒枭 在摸进地形之后 莱莉装扮成一名拾荒者 慢慢地靠近加西亚的一个据点 在轻松干掉两名守卫之后 她一路高歌猛进 一场枪林弹雨之后 整个据点都被莱莉端掉 加西亚的手下则死伤无数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加西亚的耳中 她向属下命令 日落之前必须除掉莱莉 否则他们所有人都会被莱莉消灭 不仅如此 狡猾的加西亚还猜到 莱莉的下一个目的地 就是他们位于市中心的毒品加工工厂 为了彻底铲除莱莉 加西亚在工厂布置了天罗地网 只等莱莉的到来 加西亚是正确的 莱莉果然独自一人闯入了加工工厂 但她很快就发现工厂里隐藏的炸弹 就在加西亚两名手下 按下爆炸开关的前一秒 莱莉及时躲进了下水道 幸运地逃过一劫 另一边 警方也在媒体上公开了这起案件 并在网上对莱莉进行公开通缉 并警方大感意外的是 很多网友在得知莱莉的故事之后 不仅没有指责莱莉的残忍 反而出现了一大批支持她的网友 而且通过大数据调查 莱莉回到了洛杉矶之后 洛杉矶平民窟的犯罪率直线下降 伊曼知道 这起案件一定没有这么简单 前后余生的莱莉劫持了一辆汽车 很快就追上了刚才躲在工厂外 控制炸弹的两个小弟 莱莉二话不说 直接干掉两人 然后驾着对方的车子 禁止闯入了加西亚的别墅 在一连串扣人心弦的枪战之后 莱莉持枪顶住了加西亚的胸口 就在她即将开枪之时 一个女孩突然闯了出来 莱莉恍惚间又想起了 自己当年惨死的女儿 就在莱莉出神之时 加西亚突然偷袭 将莱莉刺伤 然后在手下的守护之下逃出了别墅 身负重伤的莱莉 也急忙逃了出去 她来到一位同事家里 简单包扎之后 就驾驶着同事的汽车 再次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与此同时 莱莉根据大数据显示 分析出莱莉很可能 就躲藏在贫民窟 这样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她的到来 会令贫民窟的犯罪率急剧下降 于是莱莉独自在贫民窟 四处寻找线索 果然通过一番搜索 她很快就找到了莱莉的军火库 一辆废旧的汽车 莱莉立即通知了卡尔 没想到卡尔到来之后 突然开枪除掉了莱莉 原来卡尔就是加西亚 安插在警局的卧底 在莱莉的藏身之所后 英漫自然就失去了价值 没过多久 莱莉消息的加西亚 就派出大部队成员 将贫民窟包围了起来 她下定决心 就算决第三尺 也要找出莱莉 另一边 莱莉果然又回到了这里 她悲痛欲绝 失去女儿的痛苦 再次在她的脑海里翻涌 哪怕已经过去五年 她依旧无法释怀 她倒在地上痛哭流涕 如果可以 她何尝愿意做一个杀人机器 她只想拥抱自己的女儿 和丈夫一起过平淡的日子 然而 命运却像是偏偏要和她作对 就在这时 加西亚的手下也找到了这里 莱莉有所察觉 立即展开反击 她躲在角落里 只等对方踏进陷阱 在轻松除掉对手之后 莱莉逃出房间 在一个垃圾桶里 她意外发现了英漫的尸体 莱莉也顾不上这些 她拿走了英漫的手机 利用手机开始实施直播 告诉所有人 卡尔的真正嘴脸 还将这里的地址告诉了警方 大批警察立即急速向这里驶来 抓不到莱莉的加西亚急了 她开始用贫民窟的孩子 来威胁莱莉投降 为了拯救无辜的小女孩 莱莉只得放下手枪 缓缓地走向加西亚 哪怕她一心报仇 但她从未丧失良知 为了拖延时间 让警方将加西亚一网打尽 莱莉故意地激怒加西亚 和对方大打出手 就在加西亚以为 莱莉必死无疑时 警方即时出现 加西亚团伙 望风而逃 混乱中 卡尔也被加西亚乱枪打死 加西亚逃进贫民窟 却依旧被莱莉拦截 莱莉不顾警方的劝阻 依旧开枪 干掉了这个罪魁祸首 自己坐在众目魁魁之下 突然消失 莱莉并没有逃走 她来到丈夫和女儿的墓碑前 对她而言 自己终于为亲人报仇血恨 她之所以还活着的所有意义 就是为了替亲人报仇 现在大仇终于得报 她也不想苟活于世 警方也很快找到这里 莱莉希望老白 可以一腔了结了自己 但警察必然不会这么做 莱莉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此时的舆论开始出现两极分化 一些人认为 莱莉杀害的都是违法乱纪的恶人 她的行为是正义的举动 还有一部分人认为 虽然莱莉情有可原 但她毕竟是杀人凶手 所以必须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就在她家为莱莉的判决争论不休时 老白突然来到医院 她悄悄把手铐上的钥匙交给莱莉 意图很明显 就是让莱莉自己找机会逃出去 当晚莱莉果然凭空消失 再次消失在世人的眼中 《薄荷》是上映于2018年的美国电影 本片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 剧情也略显老套 但犀利的动作场面 依旧会让观众在感官上 充分体验到好莱坞大片的精彩刺激 值得一提的是 本片通过以暴制暴的故事题材 向观众展现了这样一种社会邻里 当正义得不到伸张 当法律随意被践踏 我们个人该拿起武器反抗 以暴制暴 还是应该坚守正义 等待灵民的到来呢 毫无疑问 以暴制暴只会让社会更加的混乱 令文明的进程大幅退步 没有人可以独立于法律 与秩序之外 如果真的到了这一天 这不是人类的幸运 而是人类的灾难 当这个社会不够好时 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我们自己 不随波逐流 不同流合污 当我们遭遇不公时 要始终坚信 正义可能会迟到 但正义从来不会缺席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